請你跟我這樣過 巨星你不胖也不老 我卻身材走樣又糟糕啊 看得出來啊 看得出來啊 好… 不是這樣說 你也可以和巨星一樣喔 但是要怎麼做呢 請你跟我這樣過 演藝圈競爭激烈 但有些明星就是不會老 難道他們真的只是千身立直嗎 想要放冰冰末位的爽嫩肌膚 Lady Gaga 林姨愛的苗條身材 你可以不用再聽偏方了 今晚就讓專家帶你一探究竟 讓你在家也能輕鬆 有明星級的保養喔 今天邀請到 要來一起討論喔 我覺得說到巨星 你不要說是女生 我光是看男生 像是歌手 天啊 天啊 我們小時候她說崇拜偶像 對… 追夢人有沒有 唱忘情水 那時候多帥啊 可是你看到現在 還知道忘情水 年紀大概知道 45歲了 你看到現在她已經是當霸了 身材一樣好 看起來一樣年輕耶 怎麼那麼厲害啊 我跟妳講如果她像你 她唱起來 看到我… 也是巨星啊 看到我會叫我哥哥 因為那個長相啊 看起來比較老 但她跟你相遇不得了啦 叫你阿姨吧 那很華優 那很壞耶 留點口德我告訴你 不過其實我們之前節目 有介紹過像是 林青霞的一些保養秘方啊 這些我覺得蠻受用的耶 所以覺得說很想知道說 這些中外明星 到底怎麼樣可以保持 可能不胖 然後又有年輕 有些巨星的屁股 我們今天也可以來探討一下 但我們當然也邀請到幾位 那厲害了 也是巨星耶 巨星 前輩 我從我還在… 前輩這個形容 前輩 還在媽媽的這個牆寶當中 就看他們演戲 主持 身材就這麼好 一直到現在沒變過 還是這麼高挑 對 該吃香喝辣吃炸的煎的 從來不忌口 身材還這麼好 也沒骨質疏鬆倒縮 太過分了 還是這麼高 對 阿姊 對 我是巨星 我不是前輩 馬姐她就不忌口 什麼素食造詞 炸雞造詞 薯條拼命課 身材這麼好 我每天錄影到下午的時候 我就會餓 然後我就會請工作人員 去幫我買一個 那個套餐回來 薯條啊 漢堡啊 炸雞塊什麼 就要一直吃都吃完 吃飽飽以後再開始工作 其實我很能吃耶 但是我以前也比較容易胖 後來我發現現在我不容易胖 有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我喝咖啡 我每天下午呢 就是我喝了一杯 大概到下午兩三年 我吃完下午茶之後 我就會困了 這是一種靜陶 不是 我就要開始 因為我就要開始喝咖啡 我喝完咖啡之後 我精神就變很好 然後就會出去逛街啊 打電話跟人家聊天啊 出去玩啊 我就會一直活動 然後心情很好 我覺得就是活動 對 就會好像代謝變快了 這是一點 第二點就是我一定要睡得很好 對 我每天只要睡夠八個鐘頭 我就不容易胖 如果那一陣子呢 我在拍戲的話 然後睡得不好對不對 比如說常常趕早六點啊 五點啊 睡三個鐘頭四個鐘頭 那一陣子我一定會肥 對 而且吃東西就很愛吃 然後吃了好像都 又不上廁所這樣子 反正我只要一不睡好 所有的問題都來了 我從以前真是馬起 從第一天開始就覺得 他是一個非常開朗 真的 昌明說的我比較 而且沒有應該是我 腦筋比較大條 我不會去想很多細節的問題 我的邏輯是 其實我們從以前 進演藝圈 當然每個人都有 經過受委屈的時候 我的邏輯是 我看到你的時候 你對我是客氣的 我就相信你對我是好的 所以我完全不去想 人家後面要幹嘛 要什麼 要怎樣陷害我 我都無所謂 他整個是少女 真的 你不覺得他整個心境就是少女 他就覺得 很純真 幹嘛講那麼多 他心裡就好了 所以神經大條樂觀就瘦 那家文神經比較少條嗎 對 真的 真的 所以我們就在聊這件事 真的嗎 因為馬姐就剛剛 點破了一個點 因為我之前 我就跟她說 她說怎麼最近比較遠 我就跟她分享我之前生病的事 然後她就說 你一定是自我要求很高的人 壓力大 我說對 我覺得啊 我以前就是 精神壓力太大的時候 吃不好睡不好的時候 反而容易胖 對 後來剛剛馬姐講睡覺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也跟馬姐一樣 你一旦睡不飽 就會瘋狂想吃東西 對 惡性循環 然後整個機能都不OK 對 如果看到我跟馬姐的狀態 大家應該知道 天生立直真是也是靠運氣的 運氣的啦 還是靠運氣 還是靠運氣 是靠父母吧 父母也是運氣的一種啊 是這樣子 可是但你總有想說 學一些前輩他們怎麼保養嗎 有沒有聽過什麼 我跟你說我有 之前有聽過那個成沙力 聽說她個人的保養方法 只有兩種 就是 然後夏天 這麼甚啊 就這樣 反正靈魁屬色 對啊 有很多的前輩巨星 他們是不卸妝的 卸妝 怎麼可能 我知道有一個 我知道有一個 劉雪華 劉雪華也是 我聽過這個 前輩他們都是拍戲的 不是不卸妝 她皮膚出爛了 她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早班要接晚班 那有些人中間一空倒 就趕快卸了 讓皮膚呼吸 可是她說你這樣越卸 你一直拉扯 傷害她 對 你還不如乾脆趁這時間好睡覺算了 睡飽真的很重要 這是天生利值 我覺得睡飽真的很重要 八個小時 你也是睡八個小時 如果要保養的話 我後來生病之後 對至少要吃一個小時 七個小時 那小平咧 哇 你們一家都巨星耶 對 我是可以透露一些我爸媽的保養 他們最近有一個最新科技 你知道嗎 他們去提煉他們自己的那個脂肪 就抽自己的脂肪 然後提煉出自己的那個叫什麼 肢體幹細胞 幹細胞 然後他們就把它儲存起來 分成十管儲存起來 然後一年回住一管 你知道嗎 我爸回住了第一管之後 他手上本來有一些那個老人斑 有沒有 就消掉了 這麼神奇 然後我媽媽 我媽媽臉上本來都是很多那個 全骨斑 也是 也消掉了 消掉 一管而已喔 所以現在打幾管 我媽已經打了兩管 因為他比較心急 他想要說更好一點 那除了年輕之外 他我媽媽連 他不是有氣喘嗎 對 他打完之後氣喘也沒有犯過 喔 因為幹細胞其實打到你身體裡面 就是把你那個身體裡面的那些 老壞的那些細胞 修復啊 修復然後重新變成年輕的細胞 這是好野人的做法 對 很貴 很貴 好冒險啊 幹細胞 這個要問林醫師 有聽過這一種 有用嗎 到底 這個細胞的原理就是 利用我們還有活性的 還有年輕的細胞 然後去把我們的一些老化的細胞代謝掉 這樣的一個原理 所以剛剛就是說先 儲存自己的這個幹細胞 經過提煉 很嚴謹的一個過程當中 把我們體內的這些幹細胞 提煉出來之後 然後儲存起來 那你可能過了十年之後 你再去打十年前的這個幹細胞 它是一個年輕的一個幹細胞 你媽做的那種 應該不是用脂肪 而是用血液抽的那個 它是肢體 肢體的就是肢體的 因為現在有幾種就是 你之前應該有聽過一個叫PRP 就是說有一些人不是 什麼膝蓋膝關節不舒服 也是打自己的血液抽出來 再經過製造之後放回去的 那他們那種最後這一種出來的就是 那種抽肢體脂肪的 那通常它是針對那種 因為女生現在越來越多人 反正也會去抽脂嘛 那抽脂出來反正肺物 當作肺物很可惜 所以它就把它存起來 那它存起來有幾個做法 一個做法是它直接存了之後 把它當成以後買保險用的 因為他們現在漸漸發現這種 肢體的脂肪裡面有所謂的幹細胞 而且它是一種多功能幹細胞 多功能幹細胞就是說 它可能可以分化成其他的組織 比如說包括在荷蘭他們在進行 就是有關於心肌梗塞的修復的 一個臨床試驗 或者是像他們這樣 他們這樣其實是浪費那幹細胞 因為人家本來是potential 人家是多功能幹細胞 你們是用來抗老化 什麼高血壓 糖尿病 什麼都更多功效 它本來是有更化成其他組織 包括軟骨或什麼其他的功能 所以他們現在是認為說 我先把它存起來 我未來如果有需要 要換軟骨的 或者我要什麼心肌梗塞要修復的 我幹嘛就可以用 這非常貴 非常貴 貴族型的 好 當然我們三位呢 分享了一些巨星前輩 或是自己的一些方法對不對 有的真的太貴了吧 我們三次 我沒辦法接觸 但是我們可以分享一些 國際有些巨星 他們比較平民化的東西 平民化的東西 好不好 總是容光幻化 而且不老的秘訣之一 來 我們先看第一個 范冰冰的平民美容湯 沙森玉竹魚尾湯 這個東西怎麼做呢 各位聽好了 沙森玉竹大概都是要三到四克 大約是一比一的比例 這兩樣 南北姓五克多那麼一點點 蜜藻一顆 然後花蓮 花蓮魚尾 花蓮有一盤我們就叫蓮 蓮魚有沒有 大把蓮啊 什麼蓮啊有沒有 它叫花蓮魚 它的尾巴 就最活跳跳的那個部分 魚尾巴 花蓮有魚 一定要花蓮的魚嗎 對 想要美就是這樣 不是那個花蓮啦 好不好 它的尾巴大約呢 重量在0.75公斤左右 瘦肉0.25公斤 這和在一起呢 那就棒了 再加薑片一片 怎樣 是它在煎藥的時候 你在那刪蜂是不是 你那麼了解 那時候 我有躲在它的廁所再看過 就靠這一位 然後煮完之後 我告訴你 光是喝這個皮膚好 對睡眠不足的人有幫助 真的嗎 真的嗎 現代人很需要 很厲害喔 對 我們費盡了多少的功力 才把這個秘訣給偷出來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好 大家會想要嘗試嗎 敢嗎 敢嗎 我敢 舉牌一下好了 好嗎 圈插新選擇 敢再舉 全部都敢 對嘛 這題材還好 對啊 這是一種食材嘛 對 又沒披霜又沒什麼的 對啊 真的有危險性嗎 應該不會吧 我覺得吃都還好 只是我覺得有的時候 這個要準備這些東西 還有那個煮的那個工 太麻煩 但是我聽過我一個朋友 就是用浴竹耶 浴竹 但是他都不用煮喔 他每天呢 就用浴竹 放在那個水壺裡面 就用熱開水泡 就可以了 灌水喝 煮水喝 你知道以前呢 我們剛開始不知道喔 我就每天看他出門 一定要自己帶水 他一定喝他自己的水 然後冬天就帶一壺 保溫壺這樣子 帶著這樣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皮膚非常的好 然後有一天我就說 那個來喝外面的那個礦泉水 他說不要不要 他一定要喝自己 我說奇怪 你的水是有什麼特別嗎 他才告訴我說 他的皮膚可以這麼好 就是因為他每天喝 玉竹水 來 來 洪醫師 這麼神奇啊 原奇啊 就這個東西 其實啊這個玉竹啊 滋陰養血的一個聖品 現在我們都知道 女生就是要滋陰 她可以清肺熱 所以肺 再中一講肺主皮毛 你皮膚好不好 就跟你的肺癢得好不好有關 那比方經常使用喉嚨唱歌 或是一些老師之類 要用喉嚨的一些人 他經常就是用這個玉竹泡水 來保養 可以解肺熱 又可以滋陰 安眠 我們床長化也都要嗎 床長化的話可以多吃這一味藥 像吃這個皮膚會變白對不對 它其實好 補翼五臟又滋補氣血的話 皮膚它的氣色會很紅潤 又可以安眠睡得好的話 就不會長一些斑斑點點 所以真的泡水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煮很嚴肅的湯 因為它很嚴肅的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想說要把這些東西都廢棋 都不想煮了 對啊 有簡單點 而且人家巨蟹是有人煮好的 真的 對 幫忙煮啊 幫忙煎咬 花年的魚多麻煩啊 還一隻魚尾 所以只靠孕竹就可以嗎 他們就是想說他懷孕了 懷孕了更要補啊 所以就天天要包湯給他喝 結果妳說一路到他懷孕中期 這位老姐從66到90 對 後來怎麼樣 他根本沒有生下小孩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後來緊急送醫 原來他那個 小孩就沒有留住 天啊 宇宙風水教室開課啦 保證讓你一路旺旺旺旺 要怎麼做可以種樂透 黃錢包真的會招財 要怎樣可以讓朋友變更多 人系關係變更好 正東正西正南正北 妳家裡頭只要這個外面 有任何一條河流水溝 是對著這邊走的 他們家桃花一定都不會玩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請妳跟我講過 所以只靠玉竹就可以嗎 其實啊 玉竹它是清肺熱的效果很好 那這裡再特別加一個 沙生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有人會誤以為它是不是人生 還是什麼西洋生 它並不是 因為像人生這種容易上火 所以像沙生它是屬於幾梗科 就是像檔生一樣 它可以一樣是解肺熱 所以范冰冰這一帖 主要就是為了解肺熱 我想它的肺可能是 肺活很旺 所以它可能是屬於那種上火型的 這一帖對它是很適合 像它還有這個北姓 對 我們之前介紹過北姓有小毒 可是潤肺頻喘止渴 對於這個氣喘過敏 尤其這個季節交替的時候 非常的好 那這個男性又可以當成那個 食物來吃 所以南北姓各五克 然後玉竹沙生各三四克 其實還蠻簡單的 平常也不用去找那個什麼 花蓮魚尾 就一直吃蕉子 蕉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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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蕉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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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碗很豐富的湯 就可以了是吧 對 那我們那個湯 如果我們這樣煮的話 那個中藥可以吃 一起吃下去嗎 可以吃的 它煮軟爛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吃下去 沒有問題 很少人會去吃那個中藥吧 去給它當那個切尾 當青菜人 只要再配晚飯 等一下是有便秘問題 因為你知道嗎 以前我們也沒有注意到這個問題 後來我發現他們說 你們喝那個中藥泡水泡水 如果你已經泡得很軟的話 你可以其實把像葉的那些 溫下來 其實它的纖維含量非常的高 而且就是像有時候 那個生薑主要爛掉 有人會薄薄 然後在 它裡面藥效都在這個玉竹 我想這個玉竹最近真的會很好 剛剛博物師有說了 不見得要什麼花蓮魚尾 但是林醫師 鮮魚湯 我們光是鮮魚湯這樣子 有沒有補氣的功能 那一般來講 魚的營養價值裡面 就是蛋白質是最高的 大概佔了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它本身呢 除了就是營養價值高之外 它其實還有一個就是有一個 DHA EPA這樣子的一種 深海魚油的這種 抗氧化自由基的成分 所以它也有抗老的一個成分 就可以抗老 對 所以說它除了營養價值高之外 它也有可以就是增加我們身體 就是這個抗氧化自由基的功效 所以幾乎大部分的魚都有這樣的功能 對 有沒有特別什麼魚呢 越深海魚越有這樣的功能 深海魚啊 對 可是那喝湯的話 是不是還是會有什麼樣的禁忌呢 喝湯其實有一些些的人是不能夠就是喝太多湯的 比如說胃不好 然後他又拿湯來配飯吃 因為我們的胃酸會被這些湯給中和掉 所以說用湯來泡飯吃的 這種情況很容易就產生胃病 那另外我們就是中式的大部分都是飯前 飯後喝湯 對 西式的大部分都是飯前喝湯 對 那我們這個飯前喝湯跟飯後喝湯 其實也會影響到一些消化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中式的這種飯後的喝湯 我們的湯的量其實是比較多 我們看西式的這個湯量 其實都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說 在飯前喝湯其實是可以 特別是在吃飯前大概一二十分鐘 它可以讓我們的這個胃呢先暖胃 暖胃之後 我們對於整個消化吸收來講會比較好 所以你也認同說 譬如說腸胃因為這樣喝錯湯不好的話 就會影響到比較容易老嗎 會 腸胃不好人就老嗎 其實是我們身體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這個系統 因為腸胃不好 其實我們所有的一些功能來講 都會產生一些比較容易老化這樣的現象 是會的對不對 那湯如果喝很燙 太燙 那一種湯 我們的口腔的黏膜 或是我們的消化道的黏膜 大概基本上能夠承受的溫度 最適合的那是60度左右 所以如果湯太燙的時候 就是會容易造成口腔黏膜 會容易有燙傷 那長期會有一些刺激造成一些口腔黏膜的一些病變 甚至最嚴重的會有到一些口腔癌或者是食道癌 其實很多的像高湯還有像火鍋料 裡面的這個湯品都是很多的這個高普林的這個部分 另外除了高普林之外 也可能是有很多很多的調味料在裡面 所以對於腎臟病高血壓或是糖尿病的這個慢性病患者 其實都是會有一些危險 所以我們說對於這種屬於高湯這一類的食物 我們都必須要特別去注意 其實現在都是比較健康概念 你在外面看什麼高湯都在茶壺裡面或什麼要倒出來 你也不曉得到底裡面有什麼 所以很多人都在家裡面自己熬自己包 馬姐就厲害了香港自己包湯很在行 但是自己包湯會不會也爆出問題的有沒有 之前有一個女生她就是她也是香港人 然後呢他們就是想說她懷孕了嘛 懷孕了更要補啊 所以就天天要包湯給她喝 那她懷孕的時候的身高 其實比如說她161大概66公斤 算是中胖 可是也還OK 可是因為天天包 而且包湯他們包什麼湯呢 包括那個豬蹄啊 還有那個老母雞還是什麼去包 所以每天都選得非常好 都是很豐富啊 結果你知道一路到她懷孕中期 這位老姊從66到90 中後期到90了 中期就胖30 中後期已經到90了 那90她後來怎麼樣 她根本沒有生下小孩 為什麼呢 因為她後來緊急送醫 原來她那個脂肪肝非常非常嚴重 然後包一個什麼樣的情況下 可能剛好有一些其他因素 就脂肪肝炎非常大發作 然後送醫化醫生決定之後 可能她那個小孩就沒有留住 所以就是說 你看她其實本來是好意 就是天天想要給她補補補補補 包湯包好的什麼 又很濃又很濃郁 結果最後是這個樣的解決 其實不只是這個脂肪肝 他們就是說 香港包這個老火亮湯 就是通常有幾個問題 因為它很濃 然後通常味道還滿鹹的 然後高普林的問題 所以包括高血壓的人 或者是痛風的人 都要適量 還是要留意一下 那所以如果有這個 一些簡單一點的食物 直接吃就可以抗老的話 這樣可能更好對不對 有什麼樣的建議嗎 林醫師 其實像這個芝麻 還有我們像這個大蒜 還有就是薑品 還有就像豆漿 這些很多都是具有一些 抗氧化的一些這個成分 所以這個其實都很天然的一些食品 那最簡單的就是像一些 新鮮的蔬果 它其實裡面很多的維他命C 它其實就是一種 對於這種抗氧化有很好的效果 那如果中醫的角度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的茶飲喝了 不得了 可以啊 這個就是抗老 如果包湯實在太麻煩 我們喝個茶飲 茶飲的話 會建議這個身軀 身軀三前 麥東三前 一樣 甘草兩前 黃旗一兩 黃旗補氣效果好 所以如果說你要氣血循環 臉色比較紅潤 多放一些黃旗重用 那人身身軀因為它比較涼 涼造涼補 一樣是解肺熱的效果很好 或者是你把它換成浴竹 一樣也可以的 一樣這個三前 怎麼煮咧 就是這些藥材 你就放一個鍋子裡 然後整個壓瓶之後 冷水就是過大概在高兩指的位置 浸泡個20分鐘 煮滾過渣就可以喝啦 好 那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 你另外一個好朋友啊 莫文慧 紅潤端端銀 酒淨沼子 這個也厲害囉 但是它更單純一點 不用找什麼魚了好不好 酒在中央裡面 黃酒跟白酒效果有一點不一樣 像這個紹興屬於黃酒 那白酒的話 它是比較適合女生的 可是黃酒就適合男性 比較有偏壯洋子那個 謝根那個 變成白酒過去紹過剛好 你要趕快跟莫文慧說他喝錯了 為什麼 瓜哥隨機抽考 參賽者無法招架 為什麼叫共 它是供奉朝廷的人 還是供奉在神桌上面 供奉皇帝 還是說過程供供供就供堂 也沒有供供供 過程沒有敲 我告訴你 它就是因為 狗狗狗狗 請問所謂今天晚間10點 超市 他出著頭倒好 他出著頭倒好 影藏滿夢幻專名 竟是女神雙和體 說妳長得像誰 有人說說像王星霓或超音 王星霓 鷹雄 哇 哇 所以妳看到她第一眼覺得 說不出話 非常漂亮 對不對 對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過 這個也厲害囉 但是它更單純了一點 不用找什麼魚了 好不好 難找600克 紹興陳久大約是1800克 但紹興久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了 如果說比如說早15年18年20年 那越老味道越棒 密封的玻璃瓶一個 然後三個月 當然妳把它進去 放好以後 密封 三個月之後把它開封了 酒和南枣 你要記得分開儲存 當你要喝的時候呢 你撈出一顆南枣 酒到一杯喝吃 就這樣 可以怎麼樣 那可以怎樣 會怎樣 睡前喝那麼一杯早酒 睡前她喝你都知道 開玩笑 有鬼 她就知道她的客廳 你會搞什麼 她在床底下 不好意思 我不能永遠都躲在人家廁所 這一次是躲在床底下 這次是在窗外 保證令你容光緩發 精力充沛 遠離貧血啊 聽起來還不錯 而且也是沒有什麼殺傷力 大家敢嘗試嗎 要不要舉牌看看 趕或不趕 來 一二三 請選擇 馬姐你不敢 不喝酒 小瓶你也不敢 不會喝酒啊 你們不會喝酒 對啊 你這樣怎麼對得起於大哥呢 我媽不會喝酒 我媽只要吃完那個燒酒雞 整個就醉了 我也是啊 我也是 而且我們會起酒枕 我不能喝酒 是因為我只要前一天晚上喝了酒 不管我喝多少 我第二天早上起床 我就發現我的毛孔大到不行 真的 真的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愛漂亮的人 所以我每天睡覺起來 我第一件事就一定趴在鏡子前面 去看我今天自己有哪裡不一樣 這樣 我發現為什麼我的毛孔這麼大呀 後來我就想 我是不是只能喝酒 後來經過幾次以後試驗 我發現真的 我只要前一天晚上喝酒 哪怕只喝一杯 我第二天毛孔都很大 所以我後來我就不再喝酒 一直到現在進演藝圈這麼多年 我都不會喝酒 可是你知道嗎 可能這次因為我的體質 所以這個要喝酒的 我一定不敢試 但是我姊姊 她就非常能喝酒 我姊姊每天晚上 就是她也有喝這個 她還有用紅酒泡洋蔥 那味道真的喝 那味道就很重 對 那我姊有的時候呢 她們如果沒有泡紅棗 或者沒有泡洋蔥的時候 她就單喝紅酒 我姊姊現在60歲了 我大姊 她沒有一根白頭髮 我姊夫也是這樣吃 但她們兩個都沒有白頭髮 家文你是圈的喔 對 我敢喝 其實我本身是不喝酒的 我也會起酒疹 可是我 那妳還願意試喔 可是我就是有一個 這個方法其實是 這個方法其實是 阿嬤那個時候傳下來的 就是因為我們 容易身體不好 就是我們體質太酸 我們吃了很多肉啊 或者是體質太酸了 然後那個時候 他們就有一個方法 是那個梅子泡酒 梅子酒 對 梅子酒 可是那個梅子酒 跟我們房間買的 因為我們沒有加太多糖啊 有的沒有 所以它真的是比較酸一點 然後你就是1比5 梅子酒1 然後你要加水 你要稀釋 對 你要稀釋 然後溫溫的喝也可以 我大概一天可以半杯 喝了之後 因為我是容易便秘的人 喝那個真的比較不會 好特別喔 那應該這樣氣色就好了 對不對 然後不容易長痘痘 不容易長一些粉刺 就是我自己的經驗 喔 那小萍你如果不喝酒的話 你有嘗試過喝什麼嗎 我朋友如果你是要保持好氣色嗎 那我朋友是有跟我說 要喝那個什麼 睡前就喝那個 番茄汁跟葡萄汁 但是我就覺得 把它打成汁很麻煩啊 所以我就乾脆直接用吃的 吃番茄跟吃葡萄啊 這樣也可以補血啊 補血 補血的方向應該也是正確啦 對不對 對啊 但是我們先來針對酒這個部分好了 林醫師 喝酒真的可以抗衰老嗎 這個 就酒精本身的這個 原理去推論的話 它確實是可以達到 擴張血管 然後讓我們的血液循環變好 所以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它會讓毛細孔 可能會稍微比較暢通 對不對 可能會變大 暢通啊 會變大 可以讓 吃上氣血循環變得比較好 對不對 然後就是會看起來比較 比較紅潤紅潤這樣的一種 一種現象 其實就是因為血液循環的這個關係 那當然就是在某些像紅酒 本身它裡面的一些成分 它也可以就是 補血 補血 或者是說 增加我們這個身體裡面 抗氧化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這叫附加功能 對對對 甚至在國外的研究 對於這種紅酒 它本身也有保護 心血管的這個功能 但是基本上這些都必須要 基於在比較適量這樣子 就50到100CC左右 這個其實是 看酒精的量 你如果是像 像58度C 你就不可能喝到 50到100CC 基本上還是要看 它的酒精的這個成分 那每一種酒都可以嗎 基本上 有的是葡萄酒 威士忌比較不好 葡萄酒比較好之類的 對 基本上紅酒本身 在研究上面 是比較有這樣子的一個 對心血管 對於這個抗老化來講 其實要喝對啦 像我以前曾經 有一陣子我在調體質的時候 我喝什麼 喝那個藥膳酒 對啊 藥膳酒 因為藥酒分太多種 但是你要試過才知道 有人喝鹿龍酒 他覺得他對 我喝土龍酒 就覺得一小杯喝完 就整個全身都冒汗 就去睡覺睡起來 大概喝幾天我就覺得 感覺精神就非常好 那剛剛小朋友講到是 番茄汁葡萄汁對不對 對啊 番茄 然後或者是直接吃 這個這個OK嗎 番茄其實本身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抗老化的一個食物 對 它裡面的切紅素還有一些 它這個纖維 不只對我們這個細胞有幫助 對於整個腸胃道也有幫助 像我的體質就很奇怪 我如果空腹的時候 吃到番茄我一定拉肚子 太寒了 就會脹氣 然後就會拉肚子 就會上廁所 我臨床上有遇過有的患者 他的體質其實是比較偏胃寒 胃寒的人 他其實不能碰太燥熱的 像酒或是發物或是麵包 或是一些起司類 真的不能吃太多 一吃他就會脹氣然後拉肚子 所以像這種酒類 如果說完全不能碰 他其實胃的部分是比較寒的 所以你吃到比較涼的水果 你也會不舒服 太熱的東西你也會不舒服 會有可能是這個部分的關係 對 那如果回到這個酒禁枣子 它是紹興酒加南枣 那這樣子來看 它有什麼特別的功效嗎 其實枣在這個本草肛夢裡面 就是說可以這個潤肺脂殼 養血之音 憑我們的胃氣 所以它如果說單吃枣子 應該只有這個養顏美容的效果 而且在我們中醫來講 它是補血第一盛品 其實一般的南枣以食物 大部分是指這種黑枣 它是有經過熏蒸過 變這個黑枣 品種也不太一樣 因為它比較大顆 另外一種就是我們有時候 然後這個蜜藻 蜜藻它是就是入湯 就是煮 也是一樣的效果 所以藻類大概都是 這個香港人包湯蜜藻就很熟 都是 所以它講的這個南枣 有可能是指蜜藻或黑枣 因為其實本草肛夢裡面 並沒有真的南枣這個說法 並沒有是不是 對…就是南枣北枣 那北枣大家都說是這個 雞心藻跟這個紅枣 因為它富含非常多的這個鐵質 所以它對於這個 中醫本來就是治療這個 就是白血病 補血的效果是很好的 其實這個曬乾的紅枣 它熱量還不低 新鮮的紅枣糖分 大概佔百分之二十 曬乾之後水分不見 佔百分之五十 對…小小的這樣一百克 大概有三百卡的熱量 所以如果說本身有糖尿病 或什麼不能多吃 那這個酒精枣子 它進了這樣一個月之後 裡面的糖分 都釋出在這個湯裡面 就是這個酒湯裡面 其實酒在中藥裡面 黃酒跟白酒效果 有一點不一樣 像這個酵精屬於黃酒 對… 那白酒的話 它是比較適合女生的 因為它會把這個 有機的這個營養分 融在酒裡 增加血液循環 可是黃酒就適合男性 比較有偏撞陽指 那個蟹根 那個… 陽什麼的效果 要撞陽又蟹根 健康等於什麼關係 就早上起床 治療 要吸酸痛 陽尾移精跟那個 益瘦嚴嚴的效果 所以是… 黃酒的效果 很清楚嘛 就是這個效果 黃酒這個少型酒 對男生好 女生大概 聞到那個味道 大家都覺得頭暈 可是男生女生體質不同 男生本性偏陽 女生滋陰 所以我們女生多吃一些 滋陰的這種白酒啦 或是米酒頭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個改一下 變成白酒過去效果更好 妳要趕快跟孟文慧說她喝錯了 妳怎麼會喝錯 對 但是有沒有自己 釀出的問題 我在作秀的時候 每天用 在台上跳到汗乳雨下 我每天只敢吃生黃瓜跟生番茄 我還是很容易肥 後來我不作秀之後 反而瘦了 然後我就跟那個中醫師把脈 他問我有什麼問題 我說我覺得我越來越瘦了 我想要胖一點 他說你的體質剛好相反 你要運動才會胖 明晚實在有健康 吃什麼 酸菜清水 建議大家還是 你要跟它一樣 稍微泡一下 現在注意一點滑嫩的 對 它直接泡著醬 一直夠滑嫩 把韭菜放進來 很發福 很熱耶 超香 超香 明天下午6點鐘 超市實在有健康 小禎坎坎坷感情路 竟跟風水有關係 那時候我媽媽就特別買了一個粉水晶 然後放在我的床頭 大概經過兩三個月 我就認識了小禎 小禎就幫我介紹我現在的老公 到我經紀人那邊之後 整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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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呢 你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講過 但是有沒有自己 釀出了問題的 之前有個男生 他五十幾歲 那他釀的那一盒酒有多麼豐富呢 他裡面放了第一個 一定他們都覺得人生很補 所以管他人生丟進去 對 第二他覺得說海馬很補 海馬丟進去 很貴耶 第三 鹿籠也好 鹿籠放進去 還放了什麼什麼複籽啊 肉桂啊 什麼東西都放過 整個就是 他說這個是補 那每次就想說 這樣子吃下去呢 就一定可以讓我 重振熊風嘛 所以他就喝 結果其實他第一次喝的時候 就有人覺得很不舒服 你知道 就是頭很暈 然後脹脹的 我想說可能是 再起作用了 對 後來他想說 他可能慢慢的整個身體就一條 對 我跟你講他連續喝了一個禮拜 終於有一天 他是臉 臟紅到他老婆說 我覺得你趕快去看醫生 因為你整個頭很昏 然後他趕快送他去醫院看 那個時候一涼 血液已經爆掉 你知道嗎 爆掉了 對醫生就說 我跟你講你晚一點來 你就中風了 真的假的 對 那個不是因為體內沒有出路是嗎 不是 不是喔 對 醫生就說他可能 不知道喝了那些東西 對他怎麼樣影響 他就是整個血壓飆高 還是有出路就不會中風 不是 我就是圖內掛了 出路會馬上那個風 對 因為他本身氣的情況太過了 他要是更激動 就是火上加油 其實更危險 是喔 對 沒有 其實你這一種 應該是你喝一杯 因為我曾經喝過這種 人家送我一問 他就反正說 非常多了 我跟你講你回去 我保證你成八胎 我說我成八胎 你知道男人喔 一聽到這個不得了了 來來 我馬上打包帶回家 喝第一杯 睡前喝一杯 我告訴你光那一杯就好了 整晚睡不著 就是要你睡不著 對啊 對啊 是這樣喔 對啊 可是他睡不著你就會覺得好熱 沒事 然後整個 這樣衣服才會脫掉 對啊 再衛生八胎 你怎麼那麼不解風情啊 可是不舒服啊 再講就不舒服 再講就不像囉 其實吃藥酒真的要小心 因為不只男生 之前有一個老太太也是 她七十幾歲 那其實有時候 我們有些老太太也習慣說 喝一點點藥酒 比如說晚上睡晴或什麼 那天老太太也不知道怎麼樣 就是想現在沒事一個人在家裡 然後想說天氣很冷 那來喝一杯好了 她就自己去倒了一杯藥酒 結果後來是怎麼被發現呢 是她就中風倒在家裡 她兒子上班回來 就是剛好回來才發現老媽媽倒了 趕快送去醫院 幸好不是超級大中風 就只有偏攤 可是就是喝那一杯藥酒 那像我們如果睡前不喝酒的話 是不是可以喝些什麼 一樣有抗勞的效果呢 其實像 有一些像蜂蜜 一些像一些牛奶 但是有些不能喝牛奶的 當然就可能不能喝 但是就像蜂蜜啦牛奶 這些其實都可以 幫助血糖的平衡 幫助睡眠 這些都是有 都是OK的 都是OK的 但是就是還有一些就是不能吃的 其實我們在講說要吃什麼 其實有些東西是不能吃的 因為它會影響到睡眠 比如像咖啡啦 一些辛辣的食物啦 或是睡前吃太飽啦 這些都會影響消化系統 影響到我們的 在睡眠時候的一些 這個平穩的這個狀況 這個反而就是會讓我們的這個 容易摔倒這樣的一個現象 是 好 不過你如果吃太多的話 當然有沒有擔心另外一個副作用 就是會整個腫起來 有 真的 所以呢這個明星有不腫的秘訣 我們要來留意一下 好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欸 Lady Gaga的 嬰兒食品減肥法 唉唷我的天啊 好吸引人喔 好吸引人喔 好吸引人 我們待不及我們問 馬上就知道 因為我最近剛好在研究這個 你研究什麼呢 因為網路上很多人在說這個方法 就是吃嬰兒食品減肥 這個 昌明哥你也略知一二吧 Lady Gaga Lady Gaga 你又認識她了 雖然不認識 但是我也躲過她家 好啦 這個呢 因為它這種嬰兒食品減肥法呢 其實很簡單 因為你看嬰兒的食品都是怎麼樣 營養是不是要到 低卡路里 對不對 體積又小 所以你吃的不會非常脹 對不對 也不會鹹對不對 也不鹹 不能多高鹽高糖這些都不行 人工天教也不行要降到最低 才能符合嬰兒食品的這個內容 對 所以這種方式吃下去 照邏輯來講 是不是大人吃的最充足 不害吧 對啊 馬姐 對 你不敢嗎 你不敢 對 我不會這樣 我一定不會這樣做 為什麼 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嬰兒食品 它為什麼給小孩子吃 就是它什麼都磨得很碎 要幫助它的消化 如果我要減肥 我會擔心它會不會吸收更好 它都已經 吸收 都是低熱量的 可是它還是會容易 比較容易吸收 那你要吃更多才會飽 其實主要是馬姐沒有胖的問題 對啊 其實我也是有胖的問題 我就說我的體質很巧妙 就說像我以前很容易胖 我那時候容易胖的時候 我每天只吃黃瓜跟番茄 生黃瓜跟生番茄 我在作秀的時候 每天用 在台上跳到汗乳雨下這樣 我每天只敢吃生黃瓜跟生番茄 我還是很容易肥 後來我不作秀之後反而瘦了 然後到我前一陣子越來越瘦 然後有一天我到香港去 去我姐姐家玩 然後我就去 我姐姐就帶我去看中醫 想說我是不是生病 然後我就跟那個中醫師去把脈 他問我有什麼問題 我說我覺得我越來越瘦了 我想要胖一點 他就跟我說 那你每天是不是在家吃完了 就坐在椅子上等著發胖 我說對啊不然勒 對 照理邏輯是這樣 對 他說你的體質剛好相反 你要運動才會胖 就這樣 所以後來我就回頭想一想 怎麼那麼神奇 以前作秀就好像運動 我以前作秀的時候 天天在運動 我連吃番茄黃瓜都發肥 什麼 後來我反而從問了醫生 所以你要吃炸雞啊 漢堡啊 是不是就是運氣的問題 不是不是民氣問題 後來我發現是為什麼 你知道嗎 為什麼 不是醫生說 我的吸收不好 所以我吃東西 運動反而 對我運動反而會讓我的吸收 變好 所以我一定要運動 我才可以吸收 我才會胖 有的人要胖真的很困難 可是你要只要瘦 它其實會覺得不好看 而且營養都不能吸收 調味就是這個 蓮子 茯苓 芡食 這類的食材多吃 就是暖胃 養胃的食物多吃 但是這樣子吃是養胃 不太會胖 然後要再吃一些 比較高熱量的東西 讓它吸收 所以你可能喝點熱湯 飯前吃點熱湯 增加循環 比利也是這樣 因為有一天 我們兩個在聊天 你知道嗎 我們就說 你看我們每天這樣 跳得要死要活的 對不對 每天汗流這麼多 然後還這麼容易肥 他以後不作秀 我看我們兩個就慘了 後來我跟比利 大概一年之後 我們兩個錄影又碰到 我們講說 你怎麼瘦了 他說你也瘦了 我說我怎麼不作秀之後 反而瘦了呢 他也是這樣 他說因為我沒有跳舞了 我就瘦了 怎麼會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叫做壓力型的肥胖 也許是做秀的時候的壓力 可是我們focus 都是在運動量 其實那時候其實說 運動還要想說 跳什麼舞啊 接下來什麼舞步啦 還要接一些梗啊什麼的 所以壓力型也會變胖 佳玟 那你有聽過別人 什麼樣的方法嗎 類似 我有聽過日本女明星 有一個方法 就是冰淇淑有一陣子 大家都知道 他在吃那個貓的零食 那是啦 貓零食 也是為了維持身材 可是我跟你說 那個東西真的很有趣 因為 就是日本很多女生 都很愛模仿嘛 所以最後她們都會聊 就是說吃了那個 你會非常那樣的亢奮 會想學貓嗎 就是你不想吃東西 像貓懶懶的 非常high 不想吃東西 那個東西是那個 沐天寮 對 沐天寮 沐天寮 它並不是貓正常的飼料 蜂蜜日本的貓食減肥法 究竟是怎麼回事 廣告回來告訴你 2013年超市 請你跟我這樣過 要跟你拼啦 拼飲食拼簡中 拼兩性拼愛美 拼保養拼居家 拼親子拼兒童拼物 拼運動拼理財 拼資訊拼生活拼好康 還要拼有感 什麼有感 健康有感 話題有感 女生有感 爸爸有感 看節目有感 上網當粉絲團也會有感 只要有事沒事 打開電視 讓你變得超級有感 請你跟我這樣過 那個東西是那個 慕天寮 對 慕天寮 慕天寮 它並不是貓正常的飼料 而且通常我們在逗貓 要讓貓高興的時候 給牠的獎賞 那貓呢 只要吸了這個之後 也是會很嗨 也是嗨 據說連是貓科的那個 獅子還老虎 也是會嗨 如果你給牠那個 對 只要是貓科 那他們或許會想說 因為人啊 有些人他的減重 會利用一些 讓你的新陳代謝比較快 會讓你興奮 他覺得說你的能量消耗會比較快 他可能想說 這個讓貓那麼嗨 應該也會讓人 稍微代謝快一點 人稍微嗨一下 所以他可能是這樣的一個連結 結果妙的是 有些人就有誤傳 因為日文 我們可能只知道 是貓的什麼 食 結果有人就誤會了 不知道是木天療 就去買了真正的貓食 所有貓食 裡面根本沒有那個 那這個林醫師應該比較療吧 那個吃了會有問題嗎 貓的這個食品 大部分都是以肉製品 蛋白質為主要的成分 那剛剛說過的木天療 其實只是一個添加的一個 這個添加物而已 那如果說 就是整個食品裡面 蛋白質的成分 居大部分的時候 對於我們人體來講 腎臟是會有影響的 蘇青 因而食品是不是如 我們現在所認知的 就是什麼 低鹽 低糖 低添加物 低熱量 低卡羅里 小添加物 是不是這樣 如果說一般來講 就是比較有品牌的 像歐系的或日系的 事實上你可以看 確實他們都是 嬰兒食品盡量是天然 然後無添加 然後盡量含鈉量是低 他們現在低鹽 但是事實上 也有一些比較 不是那麼好的牌子 那因為 不是每個國家都管理得那麼好 我們甚至之前看到 我們市售的那個嬰兒米餅 你知道那個嬰兒的芽餅 有有有有 那就看到芽餅 有些芽餅它100公克的含鈉量 可以到800毫克以上 你知道我們100公克 如果超過600毫克 我們就覺得它是高鈉的食物了 那那個芽餅可以到… 那個很淡耶 那吃起來沒什麼味道啊 所以它應該不是鹽 而是其他的添加劑 它讓它做成那個形狀 所以它的有 測出來的鈉就是高的 所以大家不要講說 或許 如果它是很純的 只是抹粉或抹什麼之類OK 但它如果製成餅乾什麼的形狀 我就覺得它不見得是那麼OK的 其實嬰兒 這是果泥的 這是果泥 這個是棗泥 棗泥 對 這個還有像 日本和風煮的這種粥的部分 它們都是標榜低卡 大概都是這樣一包 這樣煮起來 大概都是差不多三四十卡 這樣子的一個熱量 看起來還滿好吃的 怎麼樣 我們市售的 我們市售500cc的飲料 大概就有400卡到500卡的熱量 這個大概都只有四五十卡 真的70卡的熱量 要要要 要的 這個也是果泥喔 對 那個是果泥 蘋果 草莓 我還以為是果汁咧 加上一些蔬菜的這個部分 美麗拍攝喔 不錯耶 很好吃 還可以喔 這樣子的味道感覺 還可以喔 真的不錯 真的 你看我這樣吃多可愛 還不錯耶 味道不錯 我們這個是酸酸甜甜的 對 但也是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這是蘋果 草莓 鮮果泥 但是如果它其他的部分 有什麼可能會對健康造成危害嗎 因為它都是經過研磨的東西 對嘛 對 我們吃進去之後沒有保濕乾 其實有時候反而會吃得更多 在小孩子 他本身為了讓小孩子 可以就是吸收啦 他喜歡吃 所以他在味道的部分 當然做的可能 滿迎合小朋友的 對 不過在營養均衡的部分 我們剛剛說過 它是熱量低 它的脂肪比較低 所以其實長期下來 對於我們大人所需要的 基本的這個脂肪的含量 還是不夠的 所以久了之後 雖然是可以減瘦 但是很多人就是吃這個部分 就會有所謂溜溜球的效應 就是它因為沒有吃不飽嘛 所以它就是 反而去吃更多的東西 對 那造成了一種所謂的 就是負胖這樣 而且其實也真的不便宜啦 不便宜 對 好 來 所以這是第一種 人家巨星的方法 第二種 看一下 來看 林愛 大腸筋啊 它的葡萄減肥是怎麼吃法 你知道 只要肚子餓 就只有葡萄 吃一下 稍有飽足感 那怎麼辦 有一點餓了 喝水 有一點餓了怎麼辦 頂多就是葡萄糖 和水 稍微攪拌一下 喝一下補充體力 這樣要持續多久啊 大概是七天吧 它大概有一個禮拜 這樣子來做 然後它自己整個身材 這樣子苗條下來 然後再去吃一些其他東西 喔 我有試過 蘋果牛奶餐 那時候也很流行啊 對 蘋果把辣跟那種 番茄都有這種方法 就三天 我吃蘋果啦 全蘋果 我吃一天就瘦不了了 真的啊 可是真的瘦很快 對 哪有瘦很快 真的 一天只能別嗎 那你只能別嗎 對 一天只吃蘋果啊 吃到最後 因為你知道其實我們的 口罩之欲 口罩之欲 還是有那個味道嘛 你每天一直吃蘋果 吃到最後你就會覺得 都沒有鹹的 你就很想吃鹹啊 可以吃海苔 那不是就破功了嗎 無糖的啊 那種海苔啊 可是海苔很多鹽啊 對 你就是很 我一天就不行了 就破功 我有個朋友 他就是吃 好像也是吃葡萄吧 我記得他吃一個很甜的水果 他剛開始吃 他覺得有效 他就開始常常做 這一種斷食法 就是說這一個禮拜 只吃這一樣水果 然後他就開始又恢復正常 然後再吃 後來有一天 他真的突然變得非常要瘦 因為瘦很快 他表示有效啊 就一直瘦啊 他要去檢查他的糖藥病 美醫師覺得呢 這方法OK嗎 我覺得這就是一種 所謂的打油幾戰的 這種減肥法 對 就是剛剛說過就是可能 或許 是可以這樣做的 對 就是三天 或者是說五天 一個短期的一個斷食 或者是一個 所謂的飲食的自患的 這樣的一個治療 但是如果長期來看的話 基本上會造成 就像剛剛說過的血糖會變高 因為你一直 靠這樣子的葡萄糖的方式 再補充你的這個熱量 然後造成我們的胰島素 過度的分泌 久了之後 就變成胰島素都沒有了 自然就產生糖尿病的一個現象 那隔多就可以再做一次嗎 休息個一個月嗎 還是 一般來講我們大概建議說 至少在一個月以後 再做這樣的相同的一個 還是可以啦 因為這樣的身體 所以再恢復了這個 包括腸胃啦 包括我們的身體的新陳代謝 都恢復正常之後 再去進行這樣的療法 這樣就比較不會有 對身體產生一些傷害 那這個彭醫師 那如果我們在減肥的時候 就是說如果我們 都會盡量攝取一些 比如熱量比較少的啦 例如這樣子 那會有這種疲憊感的話 我們有沒有辦法 怎麼樣來補強它 我建議啦 就是可以把每一餐中的晚餐 都改成這種所謂 單一食物的飲食法 我們長期來吃 不要說三天一整天 每天都這樣吃 只要其中一餐改成這樣子 我臨床上很多變成這樣吃 持續吃一個月兩個月 其實它慢慢減的 這個體重效果 會比你常常這樣子斷食法 然後反覆這個溜溜球 效果體脂肪足次升高 效果反而比較好 是喔 來 林醫師 那告訴我們一下 如果我們想像這些巨星 就是看起來又年輕 身材又好 然後也不會胖 要掌握什麼原則 我想有四個原則要遵守 一個就是要有均衡的營養 我們剛剛說過 其實這些很多的方法 其實都是要注意營養的均衡 如果說營養不均衡 還是會產生很多身體上面的傷害 另外就是要充足的水分 最重要是充足的睡眠 再就是要一個適度的運動 我想把握這四個原則 基本上可以不老又非常健康 哇 太棒了 就是健康的生活嘛 對 聽起來很簡單 很難 但是要執行 如果是下次兩個 會再來聊這個話 要怎麼做到 沒有志氣 好啦 所以呢其實 我們只要方法正確 徐序漸進 你不要太激進 不要太極端 不要傷害健康 這是大原則之下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嘗試看看 每個人都能成為Superstar 好 謝謝 謝謝 請你跟我健康序 請你跟我健康序